昨天坚守在一线的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州支队和武警四川总队医疗救援队的300名官兵继续担负着搜救人员 道路管控 游客避行点 警戒疏导等任务 按照联合指挥部要求 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州支队第六大队先遣队30名官兵徒步向被垮他土石阻断的九寨天堂洲际大酒店进行救援 上午10时官兵行进至张扎镇上四寨村一组神仙池路口时 道路被他方体阻断 这里距离目的地还有8公里 中午12时他方体达到可以通过的要求 官兵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巨大的碎石挺进重灾区 一路上很多车都被砸了 现在沿路很多道路都是刚抢通的 中午12时30分 官兵顺利通过上四寨他方路段向目的地开进 在九寨沟景区滞留着3万多名游客 官兵协助工作人员展开游客疏散工作 由于当地医院医务人员有限 从凌晨2点开始 武警九寨沟县中队20名官兵紧急持援九寨沟县人民医院 医院距离九寨沟沟口45公里 大部分收治的都是景区的骨折病人 对不起